本片改编自河南洛阳真人真事案件 张小青是一名硬仗女郎 有一天晚上 她遇上了一个外表文质彬彬的嫖客李牧 小青坐上了李牧的车 在车上李牧说起了最近失踪的硬仗女郎小梦的事情 小青觉得蹊跷 并且觉得有些害怕 李牧把她带回家后 却要求小青和她玩SM 小青以洗澡为由 赶紧躲在厕所里 给自己的老板打电话求救 小青刚从厕所里出来 就被李牧打晕绑起来 接着残忍的对她进行一番凌辱 小青再次清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已被囚禁在一个废弃澡堂内 澡堂内还住着另外三个妹子 其中就有之前失踪的小梦 李牧如实交代了自己掌握小青家人的信息 并且让她好好干活 可以保证家人平安 逼迫之下小青开始受李牧摆布 开始让小青初接接客 还在她的内衣里放了个窃听器 以监听她的一举一动 小青第一次接客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没想到他却有特殊爱好 要把发生的这些都拍下来 结束后 李牧看小青表现很好 并带她来看望她脑瘫的父亲 回来的时候 小青忍不住向路人求救 也被李牧制止了 李牧生气的将小青带到山上 想要弄死她 在小青苦苦求饶后 李牧还拿出她女儿的照片 威胁她 小青也彻底失去了挣扎 九个月后 小青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 一次小青遇到了一个走心的客人 眼镜男 他写字条向眼镜男求救 李牧察觉到不对劲 便进入房间查看情况 害怕的小青只好将求救纸条吃掉 这天晚上 李牧并没有让小青回牢房 而是让她留下来陪自己睡一晚 第二天 小青被一个争风吃醋的妹子所嫉妒 删了她一耳光 气急败坏的李牧把挑衅的妹子 装进麻袋掉了起来 接着乱棍打死 眼镜男压根就不相信小青的话 还在摩定按摩时 说起了这件事 这正好被旁边小青的老板听到了 老板召集了几个弟兄去救小青 路上正好碰到了李牧 并且还向他问路了 李牧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赶回澡堂做好准备 决一死战 老大一行人找到了李牧 可狡猾的李牧关掉灯 拿起斧头对着一行人胡乱横扫 以一一抵六 最终将所有人全部杀了 宣告解救失败 然而李牧并没有将小青怎样 还继续带她出来接客 小青决定自己逃跑 将监听器扔开 跑进了一个台球厅 堵过了李牧 接着小青接到一个电话 报了警 小青回到家里发现父亲已被杀害 而李牧正被坐在阳台上 守株待兔 气急败坏的李牧将小青装进麻袋 残忍地杀害了 正在处理尸体时 一回头已经被警察包围 警察成功地救出了剩下的两个妹子 李牧最终被执行死刑 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 善恶到头终有报